是百合花莉莉姐妹和丈夫之间关系的风浪 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顺服神的话语导致的呢 我反省自己从信主这么多年来 给我周围的人和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信主前我是做美发工作的 平时日收入人民币500块 村姐前腊月日收入要1000多块 我丈夫的公司我也不要 因为他负责买菜做饭 这样一来他也变得大手大脚的花钱 我没时间陪他 他就去打麻将 我信主之后蒙神呼召 放弃了美好的事业 跟女儿一起在国外宣教学院受训 一去就是三年 我丈夫一个人在家没人陪 他就去国外找我 记得在机场 他哭得像个泪儿一样 我却莫名其妙麻木没有反应 通过皮马门回让我看到自己心灵的刚硬和知识 自己在教会挺开心的 没有想到丈夫一个人仍在家里的感受 保灵牧师行水变酒的神迹 他祷告说能把水变成酒的神也能把我改变 水变酒 我就听见了这两句话 该让我听见的神都让我听见了 当我喝了那水变的酒 我真的改变了 保灵牧师的话真有权柄 我喝了保灵牧师变的酒 爱情的美酒和于姐姐妹的领受刚好吻合了 我就感觉到上帝满满的爱 通过那酒浇灌滋润了我全人全心 触摸了我的心灵深处 让我良心受谴责 想到对丈夫的愧疚 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义务 我呜呜地放声大哭 我披马门回以前 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 我最亲的人都说我 我也不承认 保灵牧师说 如果没有酒味的 可能就是医治的酒 感谢神 通过匹马门回 一级楼 我的家庭改变了我 这次是第二次的做云拿书的匹马门回